哈喽大家好 那今天呢主要来教大家如何把我们的一个GPT3.5 升级到我们的一个GPT4 那么小鱼儿的前一期视频呢 刚给大家分享了一个GPT4欧的一个功能 那很多小伙伴留言呢 说自己不能用 用不了 把GPT4欧来画图 甚至呢还有很多伙伴呢 没有一个GPT4的账号 原因非常的简单 因为没有一个GPT4的账号呢 而苦恼啊就是想要怎么样能够拥有一个GPT4的账号 那大家都知道如果说想要一个GPT4账号的话 如果你直接用我们国内的一个银行卡来订阅呢 它是不支持的 所以很多人到这一步呢就已经卡住了 所以今天呢小鱼儿就来教大家 如何将你的一个GPT3.5的账号呢 升级到一个GPT4 而且呢还能解决我们国内银行卡的一个问题 我会指导你如何申请一张国外的银行卡 可以顺利的订阅一个GPT会员 首先呢我们要明白一点 为什么国内的银行卡 它无法直接用于一个GPT会员的订阅 那因为这个GPT呢 包括一个Mijillion呢 它是国外的一个软件 它面向的是一个国际用户 所以说使用国内的一个银行卡呢是不可以的 所以我们这里就需要一张国际信用卡进行支付 那么接下来呢大家可以跟着我的步骤啊 我一步一步的教大家如何操作 首先呢我们打开一个WorldCart的一个APP 那这里链接呢我也放到了下面的描述 大家可以暂停一下打开这个链接呢 跟着小鱼儿一起来操作 那么在这个网站上呢 你可以轻松的注册账号 并且来申请一张国外的虚理银行卡 那这个银行卡呢 它支持国外主流平台的一些AI工具 一些软件 那可以看到这里呢 这里所有的一些软件呢 基本上它都可以用这个卡来订阅 那么你申请了这个国外银行卡的时候 那以后这些软件你都可以轻松的订阅 那进来之后呢 如果说你这里显示的是一个英文啊 可以看到这里呢 显示的是一个英文 你可以点击右上角这里把它变成一个中文 点击中间这个立即体验 进来之后呢 我们可以大概的看一下啊 这个界面也是非常的简单 那如果说我们想要订阅这些订阅这些软件 那可以看到我们需要去开通 我们需要去开通一个年费 那如果我们开通国外的银行卡啊 它第一年呢是需要一个年费 那每年的费用呢 大概是11.99美金 在这里呢 小鱼儿也在下方的描述栏放了一个优惠码 那你可以去在付款的时候呢 使用这个优惠码 那么你就可以优惠2美元 相当于呢 你只花了9.9美刀一年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点击这个去开通 在这里就能看了这里一个收费标准 年费11.99起 包括一些手续费啊 这些退款费啊 或者说其他的一些费用 这里呢 大家可以简单了解一下 我们继续点击这个开通会员 接下来呢 就需要输入你的一个手机号码 在这里输入你的手机号 获取一个验证码 那你来自哪里呢 你这个地方呢 就可以选择一下啊 获取一个验证码 我们需要先验证一下 验证成功之后 再点获取验证码 输入验证码之后呢 这里呢 直接提交注册 那可以看到这里呢 已经提交成功了 这里你可以选择两年 也可以选择一年 我们先选择一年 如果说你有需要的话 你要长期使用这个 那你可以选择一个两年 这里可以看到 我们的付款费用呢 是9.99美金 接下来我们点击支付 那这时候你看到 它跳出来了一个支付宝啊 对我们国内的伙伴啊 非常的熟悉 那我们扫码支付就可以了 那这个时候呢 打开你的手机啊 用你的手机呢 那支付宝打开之后呢 左上角这里有个扫一扫 我们点一下 那扫了之后呢 上面会出现费用啊 你这里直接支付就可以了 可以看到啊 我已经支付成功了 那接下来 体验一下你的姓名 还有你的一个邮箱 点击下一步 这里它确认一下 你的名字啊 确认无误啊 再点一下 这里有一个封禁须知啊 大家可以简单看一下 这里我们看完之后 点个我已了解 那恭喜你已经开通了 恭喜你已经开通了 WiresCard的一个支付服务 然后我们再点击下一步 啊 已经开通卡片成功 那这里呢 我们可以点击查看卡片 在这里呢 你就能看到 它有显示你的一个 申请的一个银行卡的 一个卡号 还有一个有效期 还有你的一个姓名 包括你的国家 地址 城市 邮编等等都有 那么这个呢 它就是我们的一张 国外的一张银行卡 这是一张虚拟卡 已经申请成功了 你可以选择这个右上角 这里一个充值 或者开心卡 那这里能看到它的一个有效期啊 明年的今天 接下来呢 我们就点击 左上角的这一个支付服务 点了之后呢 就可以看了 选择你要支付的产品 那这里面可以出现了GPT 包括还有一个Majerly 还有其他的一些工具都有 那这里呢 你可以选择你想要的工具啊 那这我就选了一个GPT 选好之后呢 我们点下一步 那这里呢 它显示GPT Plus一键升级 那过程非常的简单啊 我们就直接点击一个去使用 这里可以看到 Plus的话是20 那到这一步的时候呢 那我们首先先要去登录一下 我们的GPT后台 打开我们GPT 可以看到 我们现在用的是一个 普通版的一个3.5的一个GPT 那我们要点上面的这个去升级 点这个升级Plus 再点一下 它就跳转了这个页面 这里呢 我们暂时不要管它 我们只是点开 我们把上面最顶上的这个链接 给它复制一下 回到我们刚才的这个APP 然后点击去充值 这里可以看到 我们已经复制了它的一个链接 按照它的这个步骤呢 也做了 我们这里呢 也把 已经把地址 把那个网址已经链接 网址的链接呢 已经粘贴了 我们点击下一步 把我们刚才这里呢 粘贴的这个网址呢 给它粘贴到这里 这边我们不需要进行任何操作啊 一会儿它会自动帮我们处理 那这里呢 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 已经粘贴好了之后呢 直接点击一键升级 那么你可以看到 你正在订阅GPT Plus 接下来的操作呢 会是从你的余额中扣除20美金 我们这里就点击 它说了每个月会扣除 你可以随时取消 那我也知晓 点击确认操作 这里呢 它显示啊 你的余额不足 我们需要 对我们的这个账户呢 进行充值 我们直接点击一个立即充值 你可以选择卡片 余额 复转 你可以选择一个线上充值 我们点线上充值 接下来呢 你可以直接选一个支付宝 我们国内就直接使用 选择一个支付宝就可以了 我们这里选20 在这里呢 输入一个20 选择 它这里呢 需要一个手续费 可以看到 手续费呢 是0.7美金 我们点击一个续费 接下来呢 掏出你的手机 在这里扫码 进行支付就OK了 那么我们在申请这个 WarsCard的卡的时候呢 它会默认给你一张 国外的银行卡 那么我们就也可以选择这张卡 点击确认呢 然后输入一个密码也就可以了 那么你支付完成之后呢 预计需要等待十几分钟 这个卡里面 我们不需要操作任何的一个信息啊 它会帮我们处理 升级好以后呢 Google AI呢 会给你发了一个电子邮件啊 提醒我们已经升级成功了 升级成功之后呢 你的订阅呢 它会自动续定 你可以在任何时候去进行一个取消 如果说你有任何的问题的话 也可以联系他们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刷新一下我们的页面 可以看到我们已经升级成功了 我们已经是一个GPT4的一个会员 GPT4啊 当你升级成一个GPT Plus会员的时候 你用的是GPT4 你也可以用GPT4哦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呢 让他给我们画一个图 那我让他给我画一个美女鱼 野兽比6 16比9 那么GPT4啊 也好 GPT的话 它其实已经融入我们的生活了 它现在的功能呢 非常的强大 它特别是一个翻译功能啊 这里大家 如果说你升级成功之后呢 你都可以去试 它可以给你翻译任何的语言 OK 美女野兽已经出来了 大家看一下 效果还是非常的不错 那我这儿再让他给我 画一个超酷的摩托车 那有伙伴告诉我 他那画摩托车的时候 它出来是其他的东西 那我这里再试一下 确实是一辆超酷的摩托车 哎 我觉得很简单啊 我就给了他一个简单的提示词 那我再来试一下 一个美女啊 骑在摩托车上 那摩托车旁边站着一个美女 这不得挺好的呀 真的是非常的不错呀 那我们看一下卡通的如何 我这里看一下啊 皮克斯风格的美女 骑着超酷的摩托车 所以说GPT绘图不行啊 这个GPT绘图真的非常的厉害 我觉得这几张都非常的酷啊 哇塞 这个真的是太炫酷了吧 放大给大家看一下 一个皮克斯风格的一个美女 骑着一个超酷的摩托车 大家一定要来感受一下啊 这个GPT真的太神奇了 这个我用的是一个GPT4O的一个 画出来的图啊 我觉得非常的漂亮 那喜欢的话 你直接可以把这张图给它保存 这里你还可以换那个车子的颜色啊 真的GPT它也在进步 那这里可以 你点这个 这里一个笔刷 你把这个给它涂抹一下 OK 然后我们这里改一下 黄色 黄色的 那我试一下 太棒了 必须鼓掌 真的 黄色的摩托车出来了 真的太有意思了 这里呢 小悠就不给大家测试了 真的 这个你可以自己来测试 非常的不错 那我把这个也给它保存起来 它其实不止这些功能啊 它的功能还有很多啊 大家 我们这儿可以打开一个新的窗口 新聊天室 那么你可以看到这里呢 它会给你不同的一些标题在这里 你点一下 它可以给你制定一份 层间的列行计划 几点起床 几点睡觉 几点活动 几点锻炼 那么这里你还可以规划一个放松日 制定一个锻炼计划 这个GPT4O的话 真的已经是比3.5比4都好用了 那我想问他我要做视频 问他可不可以帮我 那么可以看到他目前说还不能帮我直接生成视频 他可以帮我创建脚本 提供创意建议 内容大纲 并且推荐一些视频工具 有什么视频工具 那这有推荐免费的视频工具 有付费的视频工具 那甚至他也可以帮你创建一个各种网页 可以直接帮你做一个网站 一个网页 帮你写代码 更多的一些功能 GPT4 大家一定要来多试一下 今天小鱼这个就给大家讲到这里了 主要是教大家如何能够用上一个GPT4 如果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记得一定要给小鱼点个赞 没有订阅小鱼频道的朋友 一定要订阅我的频道 那么这里更多的一些GPT的使用教程 我会一起放在下面的描述栏 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